这个周六,华盛顿的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就要开幕了 这也是很多华盛顿居民和游客期待已久的时刻 为了配合博物馆的开幕,这个周末会举行一连三天的庆祝活动 下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卡拉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卡拉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走出的位置就是华盛顿的国家广场 那么在广场的西侧,华盛顿纪念碑的脚下就是新落成的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 那么博物馆会在明天的早上十点半举办开幕仪式 那么届时总统奥巴马将会前往致辞 并且在开幕式上还会迎来七千位其他的嘉宾 那么其中会包括国会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 还有各类杰出的民权运动的领袖 那么我们看到明天博物馆开幕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像音乐舞蹈这些庆祝活动 并且庆祝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周日 那么当局也是在以博物馆为中心周围的几个街区的范围内 是会在周末这三天来实行封路 我们说到准备工作应该安保问题应该算是重中之重 刚才我们再来这里的路上是接到消息说 在国家广场一侧的独立大道上是有一个炸弹警报 那么截止到当地时间的下午大概四点半左右 警察还在当地时来进行调查 我们还没有接到更多的具体的消息 但是这样的事件无疑也会给明天的安保问题增加更多的压力 那么不仅进入博物馆的访客要经过安检 参加博物馆周围庆祝活动的游客也需要经过安检 那么博物馆方面的消息是说 在整个周末博物馆将会迎来大约相近是三万名的游客 并且在开幕之后的前几周也会有大量的人潮 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 博物馆是采取了几项措施 那么首先就是在第一周延长了开馆的时间 那么每天延长大概两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不等的时间 将会为博物馆增加吸纳大概八万名的房客 那么第二就是博物馆采取了一个限量发票的政策 就是您如果想参观博物馆的话 一定要提前在博物馆的网站上或者是通过电话来订票 那么截止到今天呢所有的九月份和十月份的门票呢 都已经是被抢定一空了 可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非常的好奇啊 是什么样精彩的展出会让这家博物馆如此的受欢迎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导播给大家播放一段短片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先读一块 博物馆内逐层而上 您将看到从非裔被奴役的时代到种族隔离时期 再到民权运动时期的历史 以及非裔在当今社会各行各业中的贡献 在这里您将看到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奴隶小屋 根据真实人物叙述制作的影像资料 还有种族隔离时期使用的火车车厢 以及与骑士非裔的吉姆克劳法有关的图文档案 在介绍非裔杰出成就的展区 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有摇滚明星查克贝利的红色卡迪拉客车 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的球衣 拳王穆罕默的阿里 以及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使用过的物品 以奥普拉命名的剧场 今后将举行讲座和放映会等活动 奥巴马担任总统 以及尊重非裔生命等当代事件 也是博物馆当代主题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刚才在短片中也看到了 博物馆里面是有很多的非裔美国人 在当代这样的主题 其实博物馆并没有回避 像种族冲突 警民冲突这样的主题 而是希望观众朋友 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和交流 我们知道种族关系的问题 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在美国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 我们观众朋友可能也非常的熟悉 像福格森的布朗案 纽约的加纳案 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的 本星期稍早前 在夏洛特发生的非裔男子被警察击毙的事件 这些无疑都是为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 笼上了一层阴云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座介绍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的博物馆 在华盛顿如此中心的位置落成 无疑是证明了 非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的 而且明天的开幕式吸引了这么多不同文化 不同种族 甚至是不同国籍的游客来共襄盛举 这是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 那么我想促进不同种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这也正是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使命之一 是的 确实非常有意义 好的 谢谢卡拉在博物馆现场为我们发回的报道